杭州龙湖丁桥天街里有家威尔士健身最近刚刚开业 小冯说10月24号那天工作人员向他推销办卡提到了一个很优惠的政策 到35岁之前在这边办卡他可以给我做到一个优惠 4000多块钱能不能做他问我 甚至还可以跟我分期 那我说你要确定给我35岁之前做那我就可以做 小冯现在26岁 他说当时工作人员介绍这张卡能用到他35岁也就是9年时间 他就交了4000多块钱签了合同 不过合同显示小冯买的是三年卡 等我付完钱的一个哥他说哎呀 小哥他说这个只能给你做三年购 就立马这么说 我当时我就我就我就惊了 我真的很震惊 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你怎么样你这个气息精神 不是你这个你做事情你得说清楚 我就从这个9年去了呀 不然我干嘛要签这个合同呢 小冯的情绪有些激动 他说当时要求退卡 被告知要付30%的违约金 他更气愤了 他现在的诉求是全额退款并索赔 可以个5001000吗 我不管 因为你知道这事情我已经两天没睡觉了 你知道吧 没睡好觉了 这心里弄得这么难 我实在实在没办法 我找你们求助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影响 因为我感觉我受到了欺骗 你知不知道 我对这家店本来一个新开的一样 我对它的印象很好了 你知道吧 过来的话 我对整个整个事情 我没有没有到这么这么愤慨的一个地步 我现在就是这件事情搞得我整个人都心慌慌了 你知道吧 您这边的话 隔壁虽然已经签了 但是我们现在一直有那个七天无理由退款的 这个 对 您现在如果说对时间啊 什么不满意的话 我们可以走七天无理由退款的呀 马经理说当天店里比较忙 小冯口中的工作人员是从上海门店调过来帮忙的 现场他进行了联系核实 我们当时跟他讲的是一个两万多的一个方案 两万多的方案呢 当时他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呢 他说在这边又不是太稳定和固定 然后我们就给他说 因为我们也保持了一个恒心的原则 然后就给他推荐了一个三年的 然后四千多一点 所有的条款我们已经跟他就说得很清楚 自演八千的 然后他当时呢 有误导成自己 我就说我们之前给他的一个方案呢 是两万多的 他误导成这个方案的话 就是他可以用到三十五岁 其实是他将两万都可以用到三十五岁 小冯提到 当时他会签下三年的合同 是因为李先生说 会帮忙跟公司沟通 给到他这个优惠 不过李先生表示 没有这回事 如果一个正常的一个 有消费乙性习惯的人 您觉得四千多块钱 用一个在我们威尔斯健身 像这么高端的品牌用十年 但是我跟你说 你这边我以为 那不管是你们开店 你就是把我做到的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子 如果给我的话 我甚至 我甚至不会相信这个品牌 李先生表示 他也没有跟小冯提过 要扣违约金 门店一直是七天 无理由退款的 最终小冯在门店退了款 没再要求赔偿 腰白包黄剑记者报道